男子拿起長長的棍子 邊罵邊砸 甚至走到另一邊的門邊 練灰三棒 他還曾拆下鄰居家的沙門 搬到另一頭 盯在牆壁上 受害者怒控 78歲的鄰居 動不動就持木棍 敲壞廚房的沙門 甚至還在住家旁 挖洞 砸毀貨車 從今年2月到現在 全市衝著他們家而來 高雄大樹區的兩戶人家 爆發雜屋糾紛 當時受害者並沒有提告回損 遠景見受害者 PO出雜屋的影片 也前往動手的男子家中了解 家人表示男子年紀大了 情緒不佳 他們會負責損壞賠償 TVBS新聞徐濟鴻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